在这次节目里,广播《红楼梦》语言艺术漫画 关于人物语言的动作性,由杨子坚写稿 在戏剧里,人物的语言是戏剧创作的主要手段 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塑造,气氛的渲染 主要依靠人物的语言来完成 提示说明语,只能用在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 所以人物的语言,除了要求充分个性化以外 还要求赋予动作性 所谓赋予动作性 就是人物语言要充分反映此情此景中 人物的动作、表情、心理和矛盾斗争 使观众闻其言如见其状 使演员能有所表演,把人物演活 其实,何止戏剧讲究语言的动作性 其他叙事文体,诸如小说、史传、报告文学、通讯等 都应该讲究人物语言的动作性 不过在戏剧里更为重要吧 优秀古典小说《红楼望》的人物语言 就不仅非常个性化,而且富有动作性 其中的一些场面,简直可以当作戏剧来读 如果请演员来表演一下 那表情、动作是可以演得相当精彩的 《写丁第39回》里 刘姥姥议论假死吃螃蟹的一段话 这样的螃蟹 今年就值五分一斤 十斤、五甜 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 再搭上韭菜 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 阿弥陀佛 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 这里写他又是摆行架 又是掰手指头犯账 又是念佛 活脱把一个乡村穷佛子的惊讶感叹 去去叨叨的神情状态 从语言之中反映出来 口吻逼真 动作、表情、心理 悦然至上 再比如第二十六回 薛潘做生日 请宝玉的时候 介绍别人送来的稀奇礼品 说 这么粗、这么长 粉脆的鲜藕 这么大的锡锅 这么长 这么大的 仙罗国进贡的 灵百香薰的 仙罗猪、鱼 你说 这饲养礼物可难得不难得 这里 作者并没有相应的叙述 描写薛潘的表情动作 但是读者完全可以想见到 他那笔笔画画的样子 和得意炫耀的神情 如果作者再把薛潘的动作叙述描写一番 就显得累赘 如果把原画换成 小腿粗的粉脆的鲜藕 八斗大的西瓜等等 也显得啰嗦 因为薛潘 是对面前的宝玉说话 多粗、多长、多大 首饰已经表达出来了 至于读者不知道究竟多粗、多长、多大 那也无关紧要 不过是异乎寻常罢了 一般人写作 往往只注意人物的语言 要表达什么内容 比较少的考虑当时的形状 人物的面部表情和心理变化 也就是说 只注意说什么 不注意怎么说 这样写出来的语言 自然就缺乏动作性 流于一般化、概念化 人物的语言平庸 动作的叙述描写再精彩 也没有办法把人物场面写活 优秀的作家写人物对话 总是努力追求人物语言的动作性 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对人物的叙述描写 给读者留有更多的想象的余地 第十六回 贾连的奶母赵妈妈来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讨差事 她抱怨贾连 只是嘴里说得好 到了跟前就忘了 靠着我们爷 只怕我还饿死了呢 于是引起王熙凤的一段精彩对答 凤姐笑道 妈妈 你的两个奶哥哥都交给我 你从小奶的儿子还有什么不知他的脾气的 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 可是现放着奶哥哥 奶一个不比人强 你从不照看他们 谁敢说个不字 没得摆便宜了外人 我这话也说错了 我们看着是外人 以前看着是内人一样呢 说着满屋里人都笑着 王熙凤这里所说的内人 当然不能当作欺足理解 他是借用 做自己人的意思 和外人在字面上相对 有隐约点出 贾连偷鸡摸狗行为的意味 所以满屋里人都笑着 根据这段话 我们可以想象 王熙凤起先是对着赵妈妈说的 他不给贾连解释 反而自己讨好 顺着赵妈妈的意思 通过反问赵妈妈 数了贾连 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 说着说着 就转身直接对贾连说 可是献放着哪哥哥 哪一个不比人强 你疼不照看他们 谁敢说个不子 没得摆便宜了外人 贾连不是木头人 对妻子乃母这些指责 便能毫无反应 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 她更是受着凤姐的钳制 现在凤姐竟颠倒说 岂不冤枉 她或者惊讶 或者晕闹 或者要有所解释 所以凤姐灵机一动 由外人 转出一句俏皮的逗趣 我这话也说错了 我们看着是外人 你却看着是内人一样呢 一句话 把前面的指责 画为玩笑 这样 贾连就无所谓气恼 更没有解释的必要了 赵妈妈也被逗乐了 她反而笑着来为贾连惦记 从这一段脱口而出的家常玩笑里 我们不仅领略到凤姐的八面玲珑 善于逢迎 随机应变的本理 而且还可以想见她 此时的谈笑风声 左右应酬 眼飞眉动的神奇 这是赋予动作性的语言 是连带着情态场景的活的语言 尽管这些止步之间的微妙形状 是可以通过作者的叙述描写来表达的 但是从人物语言中来反映 更精炼 更含蓄 更有韵味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人们在交谈的时候 由于当时特殊的环境 特定的思想情绪 讲出来的话 断断续续 呼东呼西 跳跃性很大 光从语言上看似乎并不连贯 如果结合具体的情境 人物的神态一响 就会觉得这是十分逼真的反应 是赋予动作性的语言 是听《红楼梦》第九回 明烟等大闹书房以后的一段对话 宝玉又问李贵 这金融是哪一方的亲戚 李贵想一想到 也不用问了 若说起哪一方亲戚 更伤了兄弟们的和气了 明烟在窗外道 她是东府里黄大奶奶的侄 什么硬争让妖子的 也来吓我们 黄大奶奶是她姑妈 你那姑妈只会打炫磨 给我们连二奶奶跪着借档头 我眼里就看不起 她那样主子奶奶嘛 李贵忙喝道 骗着小姑娘的知道 有这些曲角 这一段对话 生活气息很浓 活化出当时的情景 李贵老成持重 一意要稀释宁人 明烟则是仗势体哄的顽童 偏要把事情惹大 她那几句话 东一榔头西一棒 既像是回答宝玉 又像是继续和金蓉吵嘴 第一句 上半句 她是东府里黄大奶奶的侄 算是回答宝玉 下半句 什么硬争让妖子的 也来吓我们 则是冲着金蓉说的 第二句 黄大奶奶是她姑妈 再给宝玉解释一下 第三句 上半句 你的姑妈只会打炫目 给我们莲二奶奶跪着借档头 又奚落一下金蓉 下半句 我眼里就看不起她那样主子奶奶嘛 则是自言自语 要是在一般情况下 这种似乎杂乱的语言 必须加以对说话人的叙述描写才行 可是现在正是争吵打架的时候 漫条斯理的介绍就会冲淡气氛 况且这一回前面介绍过 这名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 且又年轻不安适的 这名烟无故就要欺压人的 读者根据明天的习性 当时特定的场合 完全可以想象出 她那飞扬跋扈 东千西彻的形状 她这些一面回宝玉 一面骂金蓉 一面又拍胸自语的言辞 妥妥地表现出 一个小孩子家的 骄衡稚气和凌厉口齿 就整个作品来说 富有动作性的对话的主要作用 还在于反映矛盾斗争 推动情节发展 在第四十六回 老色鬼假设 要讨严谣鸦鸦鸦做小老婆 鸦鸦不答应 围绕着这件事 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那样一个时代中 那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 鸦鸦是没有办法和假设 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的 于是 作者巧妙地 引出一个旗鼓相当的人 做说客的嫂子 让鸦鸦在他面前突然爆炸 以表达鸦鸦的满腔激愤 从而激化矛盾 发展故事 且听鸦鸦和他嫂子 见面时的几句对答 他嫂子笑道 哪里没有找到 姑娘跑了这里来 你跟我来 我和你说话 贫儿席人都忙让座 他嫂子只说 姑娘们请坐 找我们姑娘说句话 西人贫儿都装不知道 笑说 什么话这么忙 我们这里猜泥呢 等猜了再去吧 鸦鸦道 什么话 你说吧 他嫂子笑道 你跟我来 到那里 告诉你 浑术有好话 鸦鸦道 可是太太跟你说的那话 他嫂子笑道 姑娘既知道 还奈何我 快来 我细细地告诉你 可是天大的喜事 这几句简短的对答 蕴含着他们各自的意愿 心情和手势动作 从而构成了尖锐的冲突 他嫂子 有心攀龙赋奉 巴不得鸳鸯去做小老婆 所以他兴冲冲喜滋滋而来 见面就说 哪里没有找到 姑娘跑到这里来了 你跟我来 我和你说话 热了 讨好之意 异于言表 别人让座 他顾不得 只说 姑娘们请坐 找我们姑娘说句话 还是急于拉着鸳鸯要走 鸳鸯呢 就为这件事生气 再加上平日就厌恶 他嗓子的为人 所以一句客气话没说 一点好脸色没有 只冷冷地说 什么话 你说吧 完全是一副心血恶劣 不想和他兜达的神情 这一热一冷 一个急于献宝 一个爱理不理 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谁知道这时候 他嫂子正陶醉在美好的冲击之中 觉察不出来 仍然拿热脸子去贴冷屁股 你跟我爱到那里告诉我 魂兽有好话 那急迫的心情 是他已经顾不得别人在场 就要把话调明了 鸳鸯听说是好话 就已经猜着要说的就是这件事 和嫂子对这件事的态度 就追问一句 把问题敲拾 可是太太跟你说的那话 那气氛的心情 已经使他顾不得别人在场 就准备发作了 真是热得越热 冷得越冷 显得冰炭难容 偏巧他嫂子越听越左 接口就说 姑娘既知道 还和我坐难干什么 快来 我细细地告诉你 可是天大的喜事 来上加筷子 告诉我要细细地 喜事是天大的 可以想见 他嫂子是何等兴奋 那手舞足蹈的样子 该是何等不堪入目了 这对鸳鸯来说 正是火上浇油 不油的不发作 他立体伸来 照他嫂子脸上 吓死尽 脆了一口 披头盖脸 一顿村骂 这样 鸳鸯终于亮出了 公开反抗的旗号 由此 也就引来了 假设的 进一步的迫害 这里 我们所要称赞的是 这几句 情态逼真的对话 反映了两个人物 两种思想 两种情绪的 尖锐对立 从而使矛盾冲突 的人物的 是符合 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的 上面的这些例子 说明了这一问题 再如第67回 凤姐得知 不许贾连在外 偷取了油二姐的事 审讯家童 兴儿 吩咐她 一不许过去 二不许走漏风声 两件事 书里是这样写的 兴儿 磕了个头 才爬起来 退到外间门口 不敢就走 凤姐道 过来 我还有话呢 兴儿 赶忙 垂手 敬听 凤姐道 你忙什么 新奶奶等着尝你什么呢 兴儿也不敢抬头 凤姐道 你从今日不许过去 我什么时候叫你 你什么时候到 时一步 你试试 出去吧 兴儿忙答应几个事 退出门来 凤姐又叫道 兴儿 兴儿赶忙答应回来 凤姐道 快出去告诉你二爷去 是不是呀 兴儿回道 奴才不敢 凤姐道 你出去提一个字 提放你的皮 这一节 写得简洁囚禁 神采横溢 凤姐盛怒而大发淫威的神情举止 固然可以从心耳 战战兢兢 唯唯唯诺诺的行动上衬托出来 但是更多的则是从他自己的话语中透露出来 迟一步 迟一步 你试试 提放你的皮 多么厉害 可以想见 他是那样的恶声恶气 咬牙切齿 充满了杀鸡 还应该指出的是 他每吩咐一桩 总不是爽快的直接说出来 而是先阴阳怪气的反问一句 你忙什么 新奶奶等着尝一什么呢 快出去 告诉你二爷去 是不是 从中读者可以想象出 凤姐此时的 狡黠的 带有一丝名笑的语调 这样一纵一收 一禽一放 凤姐面部神色的阴晴变化 不用作者叙述描写 就自然表现出来了 他那凶狠 阴险 残忍的性格 也凸现出来了 另外 我们还可以从他 三番两次将心儿 出去 过来的叫喊声中 体察出 他那畸心四伏 忙于盘算的心理状态 真是 奇言如尽 我们不得不配复 作者的巧心料饼 当然 小说毕竟不是戏剧 我们不能绝对的要求 小说和戏剧一样 不用叙述描写 相反 能对人物的表情动作进行叙述描写 还是他的长处 因为必要的得当的叙述描写 不仅能生动地传达出当时的情状 而且能表达更多的前台词 我们还是举这一回礼 和上面紧接着的一段 凤姐又叫 汪儿呢 汪儿连忙答应着过来 凤姐把眼直瞪瞪的 瞅了两三句话的功夫 才说到 好 汪儿 很好 去吧 外头有人提一个字 全在你身上 这里对凤姐神态的叙述描写 就很得当 她和后面的话语配合起来 表达了很多内容 汪儿作为凤姐的心腹 遇到这样的事 赵礼应该先来报告 而她不仅不报告 却吃里爬外 帮着隐瞒 看来追问 还知无推脱 凤姐想对汪儿的斥骂 一定很多 处罚也必不可少 但是现在 要紧的是如何采取对策 而不是和她算账 所以凤姐只说了 好 很好的话 这些话 是反话 是气话 是威胁的话 是交代的话 句句话 句句话中有话 而她呢 把眼直瞳瞳的丑了两三句话的功夫 把那种气愤以及真想发作 而有暂时隐忍的形状传达出来了 如果把这句叙述 如果把这句叙述描写删去 就表达不出 封解那如刀的眼神 后面的画的意味 也就显得清淡了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红楼梦》语言艺术漫画 关于人物语言的动作性 由杨子坚写稿 林田播讲